高雄燕朝在昨天下午发生一些离奇的自撞车祸 这名成姓男子当场是失去生命迹象 凶逸之后宣告不治 他的后座坐着三名年幼子女分别有亲伤 那根据了解这名男子他跟太太离婚 事发当天是载着孩子到屏东去找奶奶 没想到回程发生憾事 高科大燕朝校区正门口三号傍晚五点左右 一辆深蓝色自小客车东往西的方向开过来 但车头莫名越来越靠左 高速朝着中央分隔岛直接撞了上去 撞击力道猛烈 车壳零件 喷飞四件 车头全毁 为何会刺撞警方还在调查中 驾驶陈兴男子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身亡 后座擦错伤的则分别是七岁六岁 还有三岁的年幼孩子 陈兰送医后不治身亡 另外三名子女均身体多处差错伤 并无大碍 根据了解驾驶陈兴男子跟离婚的老婆 育有三名子女 女儿监护权给妈妈 两个儿子则是跟着爸爸 当天陈兴男子载着孩子去屏东看阿嬷 没想到返回高雄路途 却发生了这起自重意外 爸爸陈兴男子故事后 两个儿子监护权也将归到妈妈身上 但妈妈的经济状况其实也不是太好 开车的爸爸陈兴男子 平时做冷气安装相关工作 事发当时是否身体有异状 才会自重发生汗事 抑或是独自一人 载着三名孩子 因此分神 还得等检警 进一步联清 记者回复刘云发 刘昭叶 SNG 高雄报道